歡迎回到前天版本 我是鄧凱銘 剛剛講到說 在鋼鐵股的部分 是不是利用這所謂的趨勢指標去看 現在就算今天稍微休息了一下 鋼鐵人有點熄火 但是軟一下沒關係 明天會不會又硬起來 繼續的向上衝 從趨勢指標看 好像有機會 當然法人還是站在買方 買鋼鐵股的多 但是面板股 今天有投資朋友 有很多網友在問 你說萬物起漲 什麼價格都在漲 難道面板價格不會漲嗎 前兩天還說面板報價會走跌 這他就很納悶 然後問我們說 要問問我們非凡專家 到底怎麼說 難道真的面板報價 是不會漲的嗎 在萬物起漲當中 今天還有外資報告 直接把這個驅動IC 好像是聯勇 直接降頻目標價 而且不是一家 一兩家外資 先降頻驅動IC的相關個股的目標價 那下一步會不會就換到面板股呢 這由友達群創投資朋友 其實很多了 之前到現在還算是套到 到底該怎麼看 聯勇都跌到了波段低點 難道下一個會砍到面板嗎 阿忠哥請教你了 請上臺 那我們剛剛講到了除了是用趨勢指標去看鋼鐵股不錯之外 面板呢真的就會表現比較偏空嗎 目前看起來是比較不好 那從幾個面向來看供給需求還有這個成本 第一個是需求面 需求本來好像大家說在第一季可能會落底 但其實因為二屋戰爭還有現在通膨很嚴重 那通膨很嚴重的話 其實大家購買力會稍微有一點打折扣 尤其是比較大尺寸 像這個55吋的這個面板 那目前它的報價 其實跌價在三月份有開始收斂 去年其實開始跌了之後 以為要反轉了結果 那目前跌幅收斂了 還沒有反轉 那可能這個之後再會往後遞延 例如說到第二季或第三季 可能會比較有機會一些 那其他包括像我們剛才講是需求 那供給有點這個狀況 因為大陸的廠商 其實庫存也相當多 他把這個產能釋放的話 那這兩家比較大的公司 其實會稍微有一點受到影響 那這樣現在有的人怎麼辦呢 還有之前一直想說很低 他二十塊以下應該要買 現在買好像這一幾個月都沒起色 對 那其實我們看他友達跟群創 其實都一樣 那K棒從日線來看的話 大概就橫盤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那他在這個我們之前說 這個是四大產業之一 不過其實他去年都開始大獲利 所以他已經是有基本面的 或者是高股息支利率 對 所以你可以去分批成間 或是你每個月 例如說定期定額去存股 這個長期來看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對 那你短線從這個指標來看的話 因為他從這一天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負迪愛在正迪愛的這個上方 那你往上去看 就是這一根的黑K棒 那持日線目前也是跌破的 今天是反彈 但是正在下彎 所以如果後續這兩條線能夠靠容 甚至是紅線站上綠線的話 那也許短線他會有慢慢往上走的機會 好 正DI一定要想辦法蓋過負DI之上 還是一個轉正或是偏多方的指標 而且還要站回時日線 目前友達這兩項條件都沒有 群創呢 群創跟他是類似的 就是在這個地方 而且他這個開口有點大 更大 正DI跟負DI的這個 等於是像是這個開放 他不是收斂的 然後稍微在十日均線之下 但有個好處你可以看到 群創的十天均線目前是往上走了 這個是一個直跌回穩的第一個好現象 但你看那個友達 他大概還是持平 那所以感覺群創跟友達比起來 群創稍微有一點 可能會更強勢的機會 所以你覺得就算是真的 現在還沒有起色 但是慢慢可以以高質地股 部分去投資的話 群創的價格又更低 現在目前的線型看起來 他會比友達還好一點 是的沒有錯 好這是我們看到 從面板雙虎的部分來看 也解答這個網友 現在有很多投資股民的心中的疑問 為什麼什麼都漲 我的面板價格卻不漲 原因就是可能會更後面一點 才會輪得到買到他了 好先買吃的喝的嘛 好另外呢就是金融股 還有包括航運股 甚至傳產股的部分 抗通膨概念 金融有升息循環的題材條件 然後呢現在物價上漲 包括了這個房地產 鋼鐵等等食品 也都呈現走高 我們也從傳產金融股的部分 來看誰好誰可能不要這個急著去買 對那一樣我們在昨天的股票 期貨標地裡面撈出來 那金融股這兩檔其實就是榜上有名 開發金他是金控嘛 一樣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這個正DI跟負DI 黃金交叉 對 對上去看這個位置是剛好跳上去了 那十日天的均線也正在往上揚 所以所有的條件其實都符合 那當然金融股他過去機器其實都很低了 你在這邊分期的這個定期定額購買 其實大概都是很OK的 那包括另外一檔台氣銀 他是銀行體系 那也一樣啊 最近拉出三根的這個紅棒 十天均線也是緩緩的往上升 創高 他更早以前就黃金交叉 大概在這個地方 正DI跟負DI就黃金交叉 大概是在三月中旬的時候 目前看起來就持續是偏向一個多方的走勢 那所以你現在如果不想追高也沒關係 你就等到他像中鋼一樣軟下來 軟下來之後就會有黑棒嘛 黑棒的高點你在進場就可以 好黑棒拉回收 十日線的低點不破 就是好買點好買點好買點 所以意思是說就算這裡翻轉上來 但是開口如果擴大太多也不要急著追 因為可能會收斂是這樣講嗎 就是正乖如果過大可能難免會壓回 因為現在的大盤比較差嘛 那你就可以等到他回來之後 如果沒有破均線你在進場就好 好這是金融股的部分 另外呢更多人注意了長榮 從上禮拜宣布減資配股之後 對股民失望嗎 現在看起來有些大戶股東好像跑出去了 股價的確從那天的高點之後就回來 就沒有再重新回到那個位置上 現在呢還算在一百四十二塊了 只是跟這一百七十塊 相比少了三十塊左右 這裡怎麼看 一樣是目前你放在這邊感覺好像你建議 不要追他是這樣 目前看起來指標是偏空的 因為從這個這個黑K棒開始 就看到這邊是死亡交叉 對不對 然後上方看起來是跌破十天均線 那不過對減資這個看法未必是壞的 這待會我們後面再來談 有的公司其實是股價是會上漲的 那只是目前股民對他的解讀並不是太好 所以你目前追多的話 可能還是我們講的分批布局稍微會比較安全一些 那更好就是他能夠站回十天均線之上 然後這邊能夠收斂變成正低 在上方可能就會走出類似像之前看到 這一段的一個上漲的格局 這幾天說雖然減資之後震盪整理 但是沒有跌破上次這個低點 好像在這裡有一點點在打底的味道 如果以這樣看來講好像有打底 但是還不敢確定 你說的確定條件是至少要回到十日線 對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最基本條件大家記得囉 如果可以回到十日線 說不定是攻擊發起 另外呢 新復發 為什麼要特別看營建的新復發呢 今天看起來好像是投信有在賣 那是結帳嗎 最近幾天好像已經提早先跌下來了 這裡怎麼看 這邊大概就是因為臺灣升息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營建工會 他們就有跳出來講說 因為升息可能會影響到手購族 大概會影響到一層的房市購買意願 那一層其實相當大 所以這種這種營建的龍頭 大家就會先反映了 那目前這幾天 大概在反映這個臺灣升息的這個利空 當然這麼大的K棒 你跌破十天均線之後 目前這個是發散的 所謂發散就是負DI很強 正DI很弱 所以它這邊就是慢慢的變大 那變大的話你去做多 短線做多是 討不到便宜 除非你很有耐心口袋也很深 就慢慢的接 那這邊如果能夠回來跟剛才長榮一樣的話 因為他也是會賺錢的公司 可能就要 只是他位階高 然後現在的環境又有壓力 連準會說升息還要更鷹派 現在壓力更大了 那剛剛講到長榮 你剛說這個減資不一定是壞事 但是這幾天我們看起來長榮的減資之後 股價的表現反映的是比較不好的 尤其是千張大戶持股減少上個禮拜減少了一萬多張 所以連千張大戶都說 你要減資那我就不要你了 我先賣再說 配息十八也不差了 減資六塊 那現在整個退給你二十三塊 或者是配息十八塊錢 其實殖利率也是不錯了 但是就沒有符合之前大家更期待高的殖利率 所以連千張大戶都在賣 那我們怎麼看 最近好多公司從長榮之後 陸陸續續好多公司都說要減資 今年會不會有台股的減資潮 很多企業錢太多 我不想投資把錢退還給你 我要投資你 結果你還把錢退還給我 你這要我的錢拿去哪裡去 難怪我就不開心了 我就把你賣掉 其實每年都減資的公司 其實都還蠻多的 減資大概分成兩大類 一種就是公司虧損之後減資 一種就是現金太多減資 那長榮當然是屬於第二種 因為他賺了相當多錢 帳上現金也很多 重點是他退回現金 那其實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你直接發現金 那要繳所得稅的 那一種就是像這樣子 現金減資 那如果是大戶 他持有相當多的話 當然是他就減資會 有比較大的收益 扣所得稅 對對對 這是相當有利的 對那其實你有沒有算過 長榮減完資之後 他的價格大概會跳到哪裡 他會跳到三百六左右 對就是這樣的一個高價股 那股本變小 未來在 例如說股價 在這個拉台 或是EPS ROE ROE等等 其實都還不錯 所以他未必是壞事 但他變高價股 變有錢人玩的股票 散戶就會被他踢出去 或是小零股的散戶就進不來 三百多塊 零股還好 因為零股本來就是 就可以買了 但是小股東就沒辦法 所以他籌碼會更安定 籌碼相對會安定一些 對那我們可以講一下減資 其實在去年有一檔大漲 像2006的東河鋼鐵 他在去年2021年3月公佈要減資 那12月6號的時候上 那其實你在3月買到現在 報酬率其實相當高 相當高的 對所以其實減資 要去看公司的前景 如果公司是賺錢的 然後未來的獲利 其實都是很穩定的 其實未必是壞事情 好減資現在大家不要先把他當作說 他不投資或是錢太多 他不想再繼續的這個投資下去 就把錢退還給你 如果他是一家賺錢的公司 他減資退掉 那股本的部分做了調整 反而會讓股價更能夠 穩在高檔一點 對沒有錯 就像這樣子減資可以拉升EPS 然後股東權益的報酬率 跟這個ROA資產的報酬率 改善財務結構 所以未必完全都是壞事 好所以這樣的講法說 現在看起來的長榮 短線上來講 外資的報告出爐 最近幾天反而是比較偏空 我們看到是有調降 但也有一些調漲 但是看起來好像並不是特別的調高 那怎麼看 現在短線上只是 是因為當充客太多了嗎 所以短線來講 他還是有籌碼的問題嗎 他短線籌碼可能在這個洗 那我們來看一下外資他的動作 那當然報告有很多家 外資有很多嘛 那我們看他的就是買賣就好了 例如說大家有人說台積電 像花旗不是調到1052嗎 那他有每天買嗎 也沒有 所以你就看他做什麼就好 所以我們看這個長榮 他最近的五天 這個外資是賣超的 所以他短線就是表現比較差 就是在這個減支之後 他可能沒有受到這個外資太大的歡迎 一回買一回賣的啦 沒有很明顯的這連續買 對那你把它加總起來 應該還是賣超居多 所以就掉下來啦 對股價看起來就沒有什麼機會 那我們看像2327的這個國巨 他就比較偏向中性 就最近的五天 可能買了一天之後 那就賣了幾天 所以股價在這邊也是緩緩的打底的味道 他就是前兩天宣布減支的啦 但減支之後股價有掉下來 但這兩天好像又今天又反彈了 今天又稍微有反彈了 今天還有檔個股叫金像電 也是宣布減支 他就比較反彈 剛剛我們說的他打破了減支 這幾天減支魔咒 反而是衝上了破斷高點了 對那為什麼你可以看外資的籌碼 是不是連續四天都是買進的 所以外資買減支就好 減支就好 外資賣減支就不好 對對對 沒有錯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這三檔個股的部分 來做一些檢視了 那當然看起來現在外資的報告 對國巨是中性的 金像電好像比較偏多一點 那現在在操作上來講金像電 這幾天的一個衝高 外資有在買 現在已經連漲好多天了 還要追嗎 當然這些公司都是屬於賺錢的公司 所以我們就會把歸類在聚基本面題材 那你就可以按照原本的交易邏輯 那交易邏輯就很多種 每個人其實都有 我們剛才講的DMI跟十天均械 你也可以當作是一個交易邏輯 那如果是虧損的公司 你可能就要短進短出 有賺錢就要跑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金像電一樣 他連續的紅棒出現一樣 正乖離可能會稍微過大 那你可以等他壓回之後再進場 相對會安全一點 好 今天至少在法人部分 不管外資投信 還有再續買了 謝謝牙中哥 請回座 好 剛剛就很清楚的告訴大家了 股票遇到減資 怎麼辦 今年會不會是個減資年 好多公司要退錢給你 因為手上現金太多 那現在該怎麼看待這個減資的問題 剛剛我們就把這兩週 減資股的部分 這幾檔重要的人氣股好好地解析一番 剛剛阿忠哥講得很清楚 簡單的分辨 外資有買的減資股就是好 外資如果一賣 他就會掉下去 那另外還有 如果這家公司是一路上未來有賺錢 那減資就不見得是壞事 提供給大家來留意 那說到說 現在要投資朋友選擇 今年第一季真的是買傳產股才會賺到 電子股現在還陷入膠著 成交量不大 但是我現在想 我比較會做電子 那第二季 我總覺得傳產股的部分 在工的空間如果有限 是不是電子股在這裡可以找到 第二季的黑碼 標碼 如果傳產電子我都要 我不要只選一邊 在這裡怎麼挑 誰會是唇齒相依骨 待會好好解析告訴你 馬上回來